為了提升民眾使用整合大眾運輸服務Mango的意願 交通局繼今年6月推出520元的交通紓困方案後 8月又再推出QR Code降價優惠方案 成功讓銷售量成長率創下新高 我們這次搭配8月的Mango 2.0的APP上線 那我們有推出QR Code的方案 QR Code的方案就是包含月票的部分 還有就是公車無線倡有部分都可以比現在的磁梯卡月票方案都還在省100 那另外我們在這個Mango 2.0推出之後 所以應該是說我們的月票部分至少上漲了 應該是說成長率達70% 對 使用者已經達到70% 所以表示大家都已經慢慢習慣這個Mango的使用 Mango目前累積銷售套數已經逼近30萬套 交通局近期特別推出活動 尋找購買第30萬套月票方案的幸運兒 將贈送價值超過1萬元的一年份 無線倡有月票 我們現在目前Mango的部分的話 已經賣到大概是28萬 接近29萬 那這次我們是為了要就是說鼓勵大家 就是那個使用者可以多加利用 所以我們現在尋找第30萬的那個幸運兒 那大概是一個月後就會達成 Mango雖然不斷推出優惠方案試圖吸引民眾 但在實際使用上卻有不少網友 在手機應用程式商店抱怨 系統常常發生當調或自動登出等問題 不過對此交通局則回應可能是民眾個人使用習慣造成 可能民眾有時候在使用的時候 有同時在兩個設備上面做使用 就有可能會在 比如說在A或跟B就會登出 隨著低碳運輸成為全球趨勢 高雄也積極打造更加便利的交通服務 鼓勵更多民眾響應低碳生活 記者邱玉婷 蘇宜文 高雄報導